各位高中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博乐 我是陈辉博 那今天的时间来到了11月16号 台北股市今天大盘上涨了31点 然后今天是期货结算 台子期的部分 近月份上涨45点 远月份上涨了39点 所以今天都是属于一个 上涨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架构 在两天之前 微博11月14号的时候 我们把台子11月份 因为我不是到今天 才把空单做回补 我们在11月14号的时候 微博就请会员 将台子11手中放空的空单 在8940左右全部市价 获利回补 那个时候其实 不要说投资朋友啦 包括微博的会员 都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把它回补掉 对不对 因为整体的气氛还是属于比较 偏空方的嘛 那时候一定会有人怀疑说 为什么要去把它回补掉 那你现在回头来看 8940去把它做回补 我们以今天好了 今天的台子期 对不对 找盘的时候还一度来到哪里 我们看静月就好 最高还来到9034啊 那你觉得说 8940回补 回补漂不漂亮 这一点我觉得 让各位自己去做评估啦 微博不是要跟各位讲说 因为我们回补了 然后反弹上来了 怎么样怎么样 如何如何 我同样要秉持 我们的节目的一个宗旨 我要让各位知道说 为什么要回补 回补的原因跟逻辑 是在哪个地方 因为这个方式 是各位你都可以学得起来的 这个不是微博的专利啊 你自己本身可以了解 这样的操作方式 你未来可以加以做参考 如何去做运用 这是11月14号 当时候微博发给会员的讯息啊 开盘9点15分 全体会员 好 这一波下跌的原因 是不是日线向下 对不对 包括当时候到11月14号的时候 30分线也是向下 好 11月14号那一天是什么时候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一天 11月14号这一天 各位有没有看到 开盘盘中来往下刹 后来拉尾盘留了一个下引线 对不对 留了一个长长的下引线 这边 好 那这一天就是11月14号 当天的开盘日线一样是向下 30分线也是向下 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讲了 我说接下来指数短线会不会反弹 就要看30分线的波日指标 何时向下 所以11月14号那一天 开盘的时候还是向下 但是我们已经在注意 短线会不会出现反弹了 结果11月14号那一天 10点35分 开盘的时候还是向下嘛 但是10点35分 我们就决定8940 将放空的空单全部获利回补 这是台子11月份的时候 那后来有没有出现反弹 各位 是没有弹多少啦 对不对 但是这两天当天8940 大盘也是8962啊 包括今天的台子期货现货 11月份的部分 都来到了9034耶 那为什么会反弹 刚才我们讲啦 11月14号的时候我说 会不会反弹就要看30分线 对不对 好各位 11月15号 这昨天啊 9点22分发给全体会员 好日线没有改变 日线一样是向下 微博测标没有改变 趋势也没有改变 但是各位 30分线向上啦 所以短线它会出现反弹 这是很正常的 反弹的幅度 一样要看30分线波日指标啊 所以你现在回头来看 当时候微博在8940 请会员做市价做获利回补 你觉得有没有依据 这就是微博长期跟各位谈的 当你操作有依据的时候 你不会做错方向 以及你该进该出 你会有一个准则 现在回头来看大家都知道 当时候这一波行情 一路往下跌对不对 好在10月底的时候 这一波行情 是不是一度来到了9300点 那你现在回头来看 当然这地方是高点啊 但是你仔细回头去想看看 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叫各位去买多单 买股票做股票 我们不仅没有买股票 我们期货做放空之外 股票也做放空嘛 对不对 之前都跟各位讲过了 这是10月26号当时候 刘昌1点31分的时候 发给期货会员的 手中空单续报 各位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去做空单 各位10月27号 空单续报 10月26号的位置点 你仔细去回想一下 这是10月26号 9362点 那现在回头来看 你当时候如果你是做多的结果 跟你当时候去做放空的结果 到现在的一个状况呢 对不对 很明显啊 那微博这个讯息 都是我们发给会员的 一字不改的 对不对 当天我们本来要挂高嘛 结果也取消啦 所以是先留手中空单嘛 好一样啊 这个都是当时候的讯息 10月27号空单流仓 10月28号空单续报流仓嘛 对不对 31号空单续报流仓嘛 我都没有做多啊 各位你有看到我做多吗 波段空单续报流仓 空单再流仓 对不对 11月3号再流仓 我们一路就是这样的看法啦 其实没有改变啦 包括反弹 11月7号是不是出现反弹 对不对 一样没有改变 空单再续报 因为这是颇段的空单啦 11月9号 那一天各位还记不记得 那一天是美国总统选举 但是很多人在美国总统 那一天早上是开高的喔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一样是空单 一样是放空的空单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11月9号空单再续报流仓 11月10号 11月11号 对不对 全部都是手中都是空单 一直到 刚才给各位看的这通讯息 也就是这一波的旗子 我们是一路的利用拉高放空 到11月14号那一天 做全部试价获利回补 我们是一路这样子操作的 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 你在那边做短线来来去去 每天在那边做当冲啊 基本上对各位的一个操作 你顶多是小赚 你在小赚小赔之间 但是各位你想看看 10月26号看空以来 这一波你可以获利多少 你自己算 微博不算给各位听 我只是让各位知道说 所有操作都要有依据 那这个依据的话 我们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用博人指标啦 用博人指标去做判断啦 那现在很多人会想啊 那今天的行情出现了上涨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一样啊你会发现 我们所有判断都一模一样 今天是11月16号 早上9点11分 微博发给全理会员讯息 好今天是台子期结算喔 开盘30分线 它是延续昨天的向上 来各位 这是今天的走势 好后来有沙尾盘 各位 但是今天还是上涨 短线进入反弹架构 至于会谈多少 就要看30分线博人指标了啦 为什么 因为日线到今天还是向下 如果未来可以扭转日线向上 才有波段啊 但是如果没有 就只是反弹 这样依据很清楚吧 我只是想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所有操作应该都是要有一个依据 你不管是在进跟出那个当下的一个做选择 你才知道怎么去做判断啦 所以面对这个行情老化两句 股市当中最重要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顺从趋势 第二件事情叫应变盘势 我希望各位都去做好所谓的一个应变动作啦 因为这个行情整体趋势 它还没有被扭转 如果哪一天不日纸标确定向上的 我写的是日线喔 微博测标写的是日线喔 那个地方才是真正有可能出现止跌 波段上涨的机会 只是什么时候 微博也没办法跟各位投资朋友讲啦 那棋子部分我们讲到这边 接下来就是股票的问题 那陆陆续续在公司 以及公司的那个打电话进来的投资朋友 或者是说在FB的一个社团 博测标超盘式的社团里面 都陆陆续续有一些投资朋友 在询问一些个股问题 那我们就来回答一些问题 在回答一些问题之前 微博再利用一下时间来讲一下 博测标的一个超盘 这个是博测标决策系统 博测标的期货跟股票的决策系统 这个决策系统的话 微博长期都跟各位讲 你要用日线当做趋势 用30分线判断短线对不对 好 另外我们还有针对于 短线当冲去预测 当天的一个高低点的判断 这部分我跟会员来讲一下 因为有一些会员可能还不知道 怎么操作 跟各位说一下 在博测标里面有一个叫做 当日高低点的预判系统 这是针对当天的一个压力支撑做判断 好 那这部分怎么控制 来 我教各位一下 我们进去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是12月份嘛 对不对 这是远越的台子期 明天就变静越了 现在今天是收8957 这是他今天走势 在走势这边 是不是今天的一个 所谓买卖的价格 对不对 好 会员你如果要看 当天高低点的预判系统 很简单 你只要输入三个数字 0 这边有看到一个0 我再输入一个1 再输入一个3 好 你只要输入0 1 3 然后按什么 按Enter 按输入 来 各位 有没有看到它已经改变了 它变成什么 A H N H CDP N L 跟Al 好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再说明了 会员可以上FB上面 我有做说明 或者是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也可以 或者是你看一下这张图 所谓的N H是第二压力 N H是第一压力 当天的 这是最大压力 这是最大支撑 这样懂意思吗 CDP就是多空的一个均衡点 什么叫多空均衡点 开盘开在CDP的上面 叫多方式 开盘开在CDP的下面 叫空方式 我们以今天来说好了 各位 今天的CDP是多少 8920 所以今天如果开盘开在 8920以上叫多方式 开在8920以下叫空方式 各位这样懂意思吗 好 这是预判系统 这个数字 微博特别强调一下 它不是盘中跟盘后 它在开盘以前它就出现了 它就计算出来了 这个数字是没有办法更改 连微博都没有办法更改 它是由程式去计算出来的 好 那今天开盘 我们假设来看今天好了 今天开盘是不是开在8974 这是12月份台子期 对不对 它是不是开在CDP的上面 我请问这是多方式盘 还是空方式盘 这是多方式盘 懂我意思吗 这个是空方式跟多方式的 一个所谓判断 好 再来 最大支撑是不是H 最大压力 最大的压力这边 最大支撑在这边对不对 但是它是开多方式 所以上面就变成最大压力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大压力是多少 8990 这是在开盘前计算出来的 好 那你看一下今天的最高 是不是来到了8998 今天最高在这边 在这边 开盘开高 然后震荡震荡 拉到最高 然后就跌下来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今天的最大压力 在这个地方 那我请问各位 你来到8990 你会做多吗 不会喔 你如果来到今天的8990 你去做多 最高到8998 你只剩下8点的空间而已 因为来到这边叫做压力 刚才我给各位看过这个图了 这个叫最大的压力 它如果十字突破的话 如果开盘突破叫做超强盘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没有开盘做突破的话 它就是属于多方式盘 最大压力在这边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的教学教法是这样子 最大压力你往上你站在空方 是20点停损 这是属于当充的做法啦 所以这部分的话提供给会员参考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使用 没关系 你就打电话直接进来超盘室 我们会跟你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这部分特别利用节目说明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微博来跟各位谈股票问题 因为有一些 投资人问的一些股票问题 我刚好利用节目来做一个回答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成通投顾陈老师 博乐指标即将绝半 请把握最后机会 博乐指标即将绝半 请把握最后机会 速查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顾陈老师 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 以期货多空避险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生目标 陈老师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最后推荐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顾陈老师 博乐指标即将绝半 请把握最后机会 博乐指标即将绝半 请把握最后机会 速查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在我们的节目制作 是到今年的12月31日 所以在12月31日之前 您有任何股票的问题 都欢迎你可以直接播电话进来 可以直接播电话进来 或者是上FB的一个社团 博乐指标操盘式社团里面 可以留言 那这部分的话 我会在节目上面 跟各位说明一下股票的 你的股票的状况 那尽可能你留详细一点 我的解说会比较详细一点 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 这一档股票是在社团的FB成员问的 他问3529的力望 这是3529力望 那他只问3529力望而已 基本上 我也不晓得说你是做多也是做空 那但是这一波的力望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他都是呈现下跌的走势 那为什么会下跌 给各位看博乐指标 这样你会比较清楚一点 这是3529力望 这是力望的博乐指标 来各位 这样你可以看得懂吗 这力望 力望这一波 为什么从350一路跌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破300块 因为他博乐指标都向下 这样你懂意思吗 如果未来博乐指标向上的时候 才有可能出现反弹 但是基本上这一档个股 未来上涨的话 我也比较不建议各位去做长多 因为基本面的问题 我给各位看 这是力望 这是力望公司的公司基本面 各位你可以看得到 他从22掉到11 然后大概就是在12 11 13 14 最近还OK 对不对 但是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到10月份 这是10月份 他的一个成长率 又从14掉到10 他维持在这边做震荡 他从这边看 你有看出成长趋势吗 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你是做多的个股 我们都建议选择基本面成长的个股 这部分提供给你做参考 第二档也是社团成员问的 叫1476如虹 这是1476如虹 今天如虹有上涨了 如虹也是下跌 他也是下跌 这波也是下跌 基本上有询问的投资朋友 应该都是套牢居多 但我一样给你看博乐指标 我让你知道为什么会下跌的原因 这是如虹 这是如虹的 来 各位你可以看得到吗 1476如虹 这一波如虹 从300多块一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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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300块对不对 为什么他下跌 之前这边如虹 博乐指标向上 这边上涨 这边如虹博乐指标向下 他就下跌 各位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是我给各位看这个是日线 日线代表是趋势 趋势没有改变以前 他的走势 比如说像这个反弹好了 这边上涨 他趋势并没有改变 那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今天如虹上涨 对不对 这部分的话很简单 你把它切换到30分线 你就知道原因了 来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是今天的如虹 开盘如虹在这边 这是今天9点30分 11月16号 30分线 开盘到收盘都向上 所以如虹出现反弹 这是正常的 各位懂我意思吗 只要他的30分线向上 他会反弹 但是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趋势除非他日线转回向上 转回向上 转回向上才有可能出现反弹 那这件事个股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如虹这一波这么弱 对不对 从400块已经跌了100块了 这个也跟基本面有关系 我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像如虹 这是如虹公司的营运 各位 你有没有看到原本是3 然后降到负的 负2负5 负3负5 大概就在那负3负5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也没有成长的 所以为什么一档股票 他没有办法再创新高 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公司基本没有转变 加上他的博日指标向下 很多股票都是这个样子 再来这一档是 投资朋友问的 不是在社团问的 这一档叫8069的元泰 他说他之前买蛮高的 来各位 元泰今天跌停板 他说他之前买蛮高的 我先给各位看 为什么元泰下跌了 你会发现 下跌股票都有他的原因 这是元泰 各位我之前有没有讲 我说博日指标向下股票要怎么样 这之前我讲太多次了 我说要选择博日指标向上的 避开博日指标向下的 然后请问各位 元泰今天打跌停 对不对 请问他为什么会跌停 这个答案很清楚了 今天的跌停 这是昨天 昨天的元泰有23.75 今天收24.1 那昨天的元泰 我请问各位 博日指标是向上还是向下 很明显啊 这是向下 各位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如果问说 为什么一档股票会跌 这个就是原因啊 懂我意思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好 另外下一档股票是 1262的绿月 这个也是 在FB上面的一个成员 询问的个股啦 他问说绿月 它要长期投资啊 如果要长期投资 其实观念是正确的 但是你要看它的基本面 有没有成长的几率 那这一段时间的绿月是拉回 从177块下跌 我让你看一下博日指标 让你看一下绿月的博日指标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绿月这一波它没有涨 这是绿月 这是绿月的博日指标 诶各位有没有看到 绿月它的博日指标也是向下 所以同样它在没有向上以前 它走势不会有波段上涨啊 除非像这一种 我待会缩小一下 各位你看到这一种 绿月这前面一波 是不是从137涨到160 就是因为它的博日指标向上 只要它博日指标是向上 它有机会涨 但是来到高档不要追 博日指标向下 它就开始跌 所以你如果说要加码 时间也还没到 那如果说你要长期投资 就要看一下它公司基本面 这是绿月 从绿月公司的一个成长率来看 始终维持 它是很稳定喔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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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是8% 所以其实以基本面来看的话 它是平平的啦 它既没有成长 也没有什么衰退 那它当然就是完全 为什么它会涨会跌 就完全看博日指标了 博日指标向上它会涨 但是博日指标向下它就会跌 这样懂我意思吗 什么时候才会再涨 你就要看博日指标啦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档 这个客户 这个投资朋友 也是社团成员 他问2456的奇力星 他说奇力星基本面不错 怎么一直跌 来各位 奇力星这波从80块跌下去 我一样给你看博日指标啦 这样你就知道了啦 奇力星是2456 这是2456 询问奇力星这个投资朋友 你看一下 我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好 来我们拉近一点 这是奇力星没错对不对 好前一波到这边 好这地方是不是高档 高档股票不要追嘛 之前我都有说 这地方都是80以上 这叫高档 好当博日指标向下的时候 各位你看 为什么奇力星这波会一直下跌 因为它博日指标都向下 所以你说奇力星的基本面不错 但是它股票为什么一直下跌 各位 你找到原因了吗 一档股票会涨会下跌 一定有它的原因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我跟各位讲 你要买的股票 一定要买这一种的 这一档叫做3625 来 3625牺牲 对不对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它股价都是创新高的 很漂亮啊 你信不希望你买到股票 是这种创新高的 跌下去也不用担心 跌下去不用担心 因为它未来会再创新高 跌下去不用担心 未来会创新高 为什么这样的个股 它会不断的创新高 这跟基本没有绝对关系 来 刚才讲是 3625 差点忘记 它带 来西胜 各位你看 一档股票它会长期走多头 一定跟基本面有绝对关系 你有没有看到它的成长率 13 20 27 35 37 41 这个是月份 从5月到10月对不对 好 就从下到上 各位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营运是成长的吧 因为它营运公司在成长 所以它股价为什么 大盘大跌了 它还是创新高 受到影响不多啊 顶多这种下跌 但这个下跌都买点 对不对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所有希望各位你要买的股票 都是基本面好的股票 不要去买基本面差的个股 你像基本面差的个股 有很多股票 之前微博曾经跟各位讲过了 为什么百言上不来 对不对 为什么华星光 长期以来都是走空头 对不对 就是来各位这是缩合 你有没有看到缩合 它的营运是衰退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事朋友 你要有一个正确观念 买股票 买基本面好 博乐指标向上 两个合并 你赚得到钱 空股票 空基本面差 博乐指标向下的 对各位来讲 相对风险会比较低 而且你的获利会高 这以上提供给各位 剩余的股票讲不完 我们明天再说 博乐指标的一个操盘软体 即将绝版 这部分请各位好好把握 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